深圳,一座承载时代变迁的城市 一座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 联合创新,我们共同的名字 2014年,我们从财富港的一间小办公室出发 到中良商务公园 再到现在的刘仙洞总部基地 办公室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漂亮 但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从未落下 从第一台的AIOE体机到打造31.5寸显示器 R1500显示器 R3000显示器等多款爆款产品 再到现在,miniLED,OLED,Smart 产品类型越来越丰富 但对产品的极致追求早已融进我们的血液 2015年,我们从深圳出发 开始布局自己的生产基地 如今,我们已经拥有了北海、宜昌、南宁三大工厂 开疆阔土,走向国际 我们一直在路上 从ODM、OEM的第一张订单 到与技嘉、小米、雷神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品牌合作 再到布局智慧医疗、智慧品 我们的INOCN泰坦军团正被更多人看见 大家好,我叫张磊 我叫吴嘉,我是来自外销易部、商务部的陈立敏 我是联合创新市场推广部的负责人杜宏 我叫林肖,来自智慧品研发部 我是曾志 2015年的10月21号 2015年4月份加入联合创新 19年4月份入职联合创新的 我为联合创新服务是从2015年的12月就开始了 我自18年9月11号加入 2017年5月份入联合创新大集团 第一印象就觉得公司有点小吧 我在那里等电梯的时候我就在想 这个公司一定是一个正在高速发展的公司 所以它的人员才会做到这么分散 第一印象是一进来的时候 感觉这个公司像个网吧 然后大家都紧忙着点 从传统显示器那时候我们要导曲面的显示器的时候 那涉及的机型和底座它是非常多的 然后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显示器 所以压力是比较大 疫情当爆发的时候 也是我们订单爆满的时候 那一会儿我跟部门的同事就是经常加班加的很晚 因为储物特别的多 然后也经常赶在最后一班地铁回家 在上个月的时候 有一个太坦军团的注定业务回来开会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他在去开发一个新客户的时候 当一跟这个客户提及到太坦军团这个品牌 然后对方的第一反应是 哦 这就是那个网红显示器 其实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 是有给太坦军团这个品牌做了一次重新的定位 然后当时讲的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潮牌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其实还是我们的尊敬的沈总跟李总 因为我觉得两位老板都有很博大的胸怀 也是值得我们去追随的 就像沈总说的 联合创新的这个产业呢 是围绕着屏幕这个核心 做不同的形态的产品来开展的 然后像现在的云观念已经非常深入人心了 包括这个云服务器了 云存储了 云游戏了 云办公等等都出现了 甚至有一些呢 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技术 因此呢 可以看到未来的趋势 一定是呢 把所有能集中的全部都集中到云上去了 但是从用户端来讲的话 最大的不可能被集中到这个云上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就是屏幕了 而且会围绕着屏幕 在未来开发出很多不同的形态的产品 所以呢 我选择这个行业 有一个底层逻辑 因为这是一个有前途的赛道 同时呢 我坚持在这个行业 也是因为这是一个安全的 并且在可想象的时间内 不可被替代的一条赛道 趁你现在还有时间 尽你最大的努力 努力做成你最想做的那件事 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种人 过着你最想过的那种生活 脚踏实地地走 我们既要阳光星空 也要脚踏实地 希望我们联合商星 一如既往的能够有比较高速的发展 然后同时也希望自己 在这个发展的历史当中 发挥自己的能力 体现自己的价值 做到做起来 赞消货烦 多多高兴 八年 2920多个日夜 7万多个小时 不凡且有信仰的我们 披荆斩棘 披荆带月地奔跑着 奋斗着 在变与不变的较量中 在星辰与大海之间 用无数平凡的24小时 演绎着我们的光阴故事 根据不平凡的梦 八年似乎很短 又似乎很长 因为热爱 因为认同 我们双向奔赴 牵手显示器的新征途 感恩遇见 有幸这一路我们可以同行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活成一束光 我们的联合创新 将是那一轮闪耀的太阳 七月的风 八月的雨 这个九月 我们就此约定 下一个八年